十年了 我终于知道你去哪儿了 十年前 你的父亲获罪流放 在路上遭遇强盗劫财 父母双亡 你流落之河痒 被江武座收养 他是前任武座老江头的徒弟 一桩收尸人 老板贵 城东里站收尸 你们啊 方才民女看见这些尸体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疑点 明明是全家灭门惨案 你跟我讲的是 自知 难怪看你行迹可疑 一个老疯子的徒弟 谁在乎你的死活呀 我在乎 御史大人道 御史大人 下官一只糊涂 你当真不认得我了 怕是大人弄错了 你看都没看仔细 怎么知道是认错了 太阳 快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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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这玉佩 是我一位故人之物 这玉佩 是我路上捡的 既然主人都将其一弃 废弃之物 不要野霸 你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小女子告退 公子 杨姑娘出门了 来找玉佩了 她去了城东里宅 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一有事 就喜欢往底下走 看来这个案子并不冤枉你 我是待会儿要解剖尸体 怕有爱大人遵目 这些尸体都验出了他们曾经中毒 我现在要找出毒源 这样可以顺藤摸瓜 找出凶手 大人你看 不想死就放轻点 大人可知 刚才追杀我们的是什么人 安全了 杀手身上找到的 隐语楼 但我可以保护你 你答应我一个 而不 两个条件 我要你把你亲手扔掉的玉佩 找回来 大人我找到了 你看我找到了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走吧 查案去 你不是想查明真相吗 大起精神了 本就是我故意骗你 你胳膊上的抓伤 才是我真正要找的证据 你找我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我想让你做回真正的杨才威 先皇赐婚 朕便赐婚你二人 潘洋之后 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 我要娶你 十年前 他竟然与我撇清一切 不要找潘云 如今为什么要重提婚约呢 我定不会嫁给你的 你与我而言 不过是儿时的一个故人 你我之间 既谈不上情分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 我一直不知道你当年找过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四处打探你的消息 当我知道你在和阳 便第一时间赶来找你 我找你并不仅仅是为了履行婚约 而是因为我想找到你 照顾你 保护你 不管是十年前 还是十年后 你都是我今生 唯一想要娶的人 婚礼那天 我还是会等你 别跟着我 滚开 上官小姐她 我们根本劝不住 月哥哥 那我呢 我算什么 我只把你当成上官兰的妹妹 绝有半分男女之情 我不信我比不过这种人 我不在乎名分 我可以做妾 潘月 有个女人死了 尸体要过来计算 如何死到 先死 为什么要绑着我 放开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就要代替你 成为潘夫 还是你就要代替我 未情自强 我还在给你准备好的 这件事情 是因为上官职 她为了嫁给潘月 让无疑强行将我变成这样 潘月 我心愿 想要嫁给你 学不想自己 竟在婚礼上丧命 若不是上官职 强行与我换礼 死的就是我 你的头发 怎么白了 杨才未死了 到底是谁透露了她的行踪 潘月 御史太参你私得不休 逼回迷你 害其身死 跟我回京炼盛 如果你不去找她 她就不会死 说到底 是你害死的她 先一如此间谍 就怎么可能害死她 定是有人栽赃陷害 我父亲告诉我 朝中又全臣 在和阳培养自己的势力 意图不归 而阳采为一家被害 都与此有关 只要找到杀死阳姑娘的人 就可以顺藤摸瓜 找到此人在朝中的靠山 这就是我要跟你谈的交易 我保你出去 一定要将此庄暗自 小姐 你是谁啊 我是你哥哥 芷儿 你别过来 几乎昏迷了一个月 如今他们都把我当成上官职 那也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相违迷 我不能贸然暴露身体 今天新任县令就到这了 我还听说 新任县令就是未来的驸马爷呢 还带人来何言了 上官职 如今我冒用了你的身份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碰过你 接近拍你 拆穿他的真面目 我为我以往种种的荒唐做法 感到羞愧 我在此郑重地向你道歉 你的道歉我接受了 请回吧 台月啊 你这么避嫌 不就是因为要娶郡主吗 只可怜杨采薇尸骨为汗 却还要成为你的踏脚尸 上官职 我倒是没有发现 原来你口才如此伶俐 我就是想去县衙帮忙 永远不许再提他的名字 他愿意改过自新 你就不能给他一个机会 我就给他一个机会 忘记得忘记得忘记得忘记 原来是你 大人 哥哥回京了 这心园内也都腾空了 大人你就收留我吧 大人 这几日 我思来想去给你派什么差事 主部年老 你去从旁协助一下主部 帮他进行唐审记录 告示官令 上官只知死即便已自尽节 真的也该有卷宗吗 我手而迷 怎么才能拿到钥匙呢 你将我灌醉 偷偷看着卷宗 是不是害怕自己的东西 落在了案发现场 我只是关心杨姑娘的案子 那晚你了夕缘大闹我的喜房 后来去了哪里 又怎么会发生意外呢 我一时想不开 就留下绝笔信伤心而去 本来想找个地方独自安静两天 也没想到 半途遇到检验街道 我中途跳车 摔下山坡约我过去 你说你驾车出走 路上遇上强盗 可马车为什么会出现在西原 还要接着抓吗 大人 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 我在杨彩薇尸体上找到的 那日你是不是到驿中掳走了杨彩薇 把他带到这儿来 意图加害 喂 晨彩薇 你到底要干什么 偿命 好 喂 疯了 不是你要我偿命吗 我知道 你对我成绩颇深 我口说无凭 你自己看看 这些都是我的心腹手下 我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我就决定放下执念 希望你们能够两情圆满 昨天那样冤枉上官小姐 他会不会不来了呀 状况何人 何事 潘月 少气 看来是以雨柔借机声势 故意为难潘月 但若是有人提出质疑 那潘某定当重新撤场 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七日之内 你必须给和阳百姓一个交代 我曾想过 如果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一定要提前找一片好看的桃花铃 把自己给葬了 你打算怎么查它 重新找到上官纸的尸体 重新验尸 难道说头部还有隐蔽水烧 有人放出风声 说阴雨楼找到了尸体 我便来此守住带兔 没想到等来的是你 我是想帮忙查 我不止一次收获 她的死是个意外 看来你不信我 我只是想 如果真的是个意外 那大人为什么之前 还怀疑是我害的呢 那你查到什么了 暂时还没有 以后别再来这里 这金针 比针酒用得真还行 究竟从何而来 和阳哪家金铺手里叫好 是要去哪儿啊 买一些女子日常之物 也不太方便说给大人听 上官纸 大人 你怎么来了 刚刚看你走的那样匆忙 担心你没带银子 哎 我帮你试带 怎么 不喜欢 带个簪子 怎么如此紧张 病伤海棠 轻雅别致 听起来不太吉利 万一扎破头皮 岂不是太危险了 不喜欢 不喜欢 你是省钱 还是没有找到你想要的金针呢 大人慧眼如炬 什么都瞒不过你 这件作品 是出自哪位匠人之手 和阳最好的工匠 金六郎之绝品 只可惜 上个月出了意外 死了 你很怕我 张万致 你究竟在隐瞒什么 我怀疑你就是 杀害阳姑娘的凶手 你去过桃花林的食物 如果我是凶手的话 怎么会把尸体保存在那儿 还把金针留在那儿 等着你去找梦 新六郎被逼吞赢 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便趁着凶手还没发现 将此物吞入了腹中 凶手很可能是生死方的长客 潘月带着那位上官小姐 去了生死方 别骂了你是来干什么的 带换丑马尹真凶啊 他知道了什么 今日麻烦你说了什么 我不认生机了 可我只相信死人 沈黄纸 小心 小心 是你杀了你才会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大人 大人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潘月 潘月 他在这里藏了毒 谁指使你的 说 太死了 这是一块令牌 你怎么知道这里面藏着东西 所以我怀疑 他应该是藏着东西 在自己身体里 怎么会 我定是疯 水波纹 这个令牌背后的组织 应该就是杀害杨姑娘的幕后真凶 我们得赶紧走了 走 跳 原来他真的不是凶手 还一直暗中追查我的死 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总感觉看不清你 那个 你这个狼爪之伤是不应愈合的 所以 我送了升级伞来 你是因为 上官职我说 杨才会 为何一看到他的眼睛 就总想到你呢 潘雨 我不是上官职 我是杨才威啊 这大人和小姐 这是在干什么呢 既然潘雨不是凶手 那我是不是 不用再隐瞒自己的身份 要不要将往事告知于他 与他一起调查呢 我不是上官职 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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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死啊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梦到他 是他故意模仿杨才威 我才会产生错觉 既然心里有了决断 就不许再左右摇摆 玉玉不振了 干了这杯酒 日后与他坦率相待 一起查出真凶电视 潘大人 今日之旗已到 别想到 你就是你女友的少尊主 杨才威对我有救命之恩 杨才威对我有救命之恩 不牵手杀你 又怎能消灭 是杨之痕 糟了 阿将定是认为我被潘雨杀了 你 你这个有二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 你这个只有二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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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跟你包炸你就死了 你 刚才说什么 那日去生死方 我跟潘大人就是去抓凶手的 上官小姐的话 我自然是信了 既然凶手已死 我与潘大人的七日之约 就算了 水波纹组织在和阳 精灵已有十年 这么多年 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和阳有一只金未破的悬案 都会杀人案 我看卷综上记载 在凶案现场 有发现一块令牌 那块令牌 被人偷了 我打算彻查此案 大人 这个是我们今日调查案情的汇总 怎么少一个人 上官小姐她还没回来 还没回来 又听说河边出现了恶骄 她咬死了人 大人急坏了 姐姐了所有人一起去找你 还准备亲自去引语楼杨人 她可能是为了某种快感 或者某种执念 而随机杀人 所以我们要做的 是要找出死者之间的贡献 这些死者 生前都有过暴力气灵的行为 这些人死之后 身边人都以为是恶骄替天行报 因为不想要官府继续追查 所以隐瞒案情 那我们只要在酒庄下这面案中 找出有暴力气灵行为的死者 就可以找到线索了 你顾全大局保护尸体 其实我倒无所谓 只要我不行为自己就好了 以前的你可说不出这样的话 哎呀人是会变的嘛 可是一个人 在短短的时间里 真的会发生这么多的变化吗 如果这个凶器的顶端有三根尖刺 两心一粗 两肠一短 只要肠多能刺破皮肉 但不伤及骨头 那就可以造成灯会死者的伤口 你进去 你进去 血剑 血剑乃 我顾家不传持你 我想去一下那个计善堂 这个什么地方 像是个地牢 不管这里曾经灌的是什么 只怕现在已经逃走了 看来不是喝酒 是人 他疯狂挣扎 不断在地面抓住血痕 你娘就是因为伤了你这个小杂种 才受惠上吊的 被关帝老师 是否引发了救急 怎么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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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他还有儿时的性命 金斗鬼 金斗鬼 怕风怕雨怕打雷 大坏我们金斗鬼 鹽鹽鹉鹽 鸣鹍鹽鹽 金斗调了三大倍 天亮碰倒衣服架 衣帽掉了一大堆 四个脑袋三条腿 你看着我派 tenga 不顶 跳车生下呼吸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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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真的不是內黗 那你先吓死我了 沙律扎的 出来变altres 我手上隔开 war 不用 不想让我们活 合回来合养了 你后悔吧 后悔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当初不来合养 他是不是就不会死 七叔 我是 有风 失败是松动的 有缝隙 这原本应该是个通风道口 我试试能不能撬开 张文贼 坚持住 我一定会叫你出去 我一定会在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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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啊 你小姐在地牢里冻了半宿 赶紧带她回去洗个热水澡 喝完热浆汤 上官小姐 可以平复公子的心血 盼月盼月 王逸自以为情根深重 苦寻敬爱 如今王岐之渊未许 你竟然关心血伤管制 你真是愧对因你而死的杨才威 顾雍有一个儿子 叫顾山 很有可能是这次灯会案的贤匈 如果我们找她是大海捞针 那不如 让她来找我 重开灯会 聚龙人群 然后故意制造一起暴力商人事件 我你了 再看我抽烂你们的脸 何事 请留下来 求你 可是许捐青 藏公司有危险 河边怎么熄火呢 去死吧 我没想到吧 你们一直追查到固幽儿去 其实是她的母子 你怎么了 是你救的我 那潘大人 看着饭养老心 顾山 顾山 你不能死啊顾山 水波纹令牌到底有什么秘密 值得你不信杀死自己的骨肉 也要保全 我 我 我 水波纹 顾庸已死 线索全断 接下来怎么办 多谢山光小姐 大人 我有事想问你 灯魂那晚救我的 是不是你啊 是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是因为长安事先陷清 救你是公务 有什么值得大次驯咬 如果下次再发生河边那样的意外 我自问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 那你知道身上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吗 是两次掉进同一个坑里的吗 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吗 之前给你骗了很多负担 我实在很抱歉 许不论我肯定会彻查 但是绝对不会赖在你的信仰 我甚至都不能告诉他 我只是寄居在别人躯壳里的小狗 怕风怕雨怕打雷 叔叔 这首歌要是谁交给你们的 商官小姐 怎么会是他 这次可恶 商官职 你亲不亲密的 烦死了 我不是商官职 怎么了 我 他现在是商官职 一旦暴露他的身份 危险和他就在身边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 查到一桌案子 有水波纹的线索 有结果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杨采薇变成了商官职的模样 商官职假冒杨采薇来到婚礼 却阴差阳错地被水波纹组织所杀 我定要救出幕后黑手 还他们一个公道 潘大人查到了水波纹的线索 那你还会回县衙吗 我有查 我能去能申 商官小姐求见 让他进来吧 大人 你怎么来了 大人告诉我案件的进展 不就是想让我来帮忙吗 你多虑了 你既然这么关心案子 让你看一看也无妨 只要你还活生生地在我面前 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人怎么回事啊 犯人审辞却关在死牢之中 我去看他时 他牢房的墙上 花在正式水波纹图案 他只说 带到案子查清 字简很小 咱们去他后山吧 整个案子的起因 是山林闹鬼 审辞失踪 这林中肯定藏了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才会如此大费周章 这里土壤异常肥沃 有可能下面埋着什么 难道死者是新政书院的学生 但也没有给我脸色看 就是感觉 怪怪的 一直找我馋似的 但是吧 借我一样东西 别动 这样 我们就不会再走散了 如果这具实体是神器 那牢里的是谁 看来得去一趟南郡 才能查出一张人的身份 也可趁此机会 与他当独小处 你为什么选这个 我这人比较念旧 小时候喜欢的 现在也喜欢 有人要杰杀你 外面那些人是冲我们来的 是许波文的人 你先走 我倒好 我倒好 白月 死对方一缕头发缠于杯底 杯中盛满青梅酒 预口饮下之后 再默念其名字十七遍 对方就能出现 记住了 以后有需要我的时候 记住默念十七遍名字 白月 白月 你怎么样 有没有伤到哪儿 你真的来了 你还不承认你对上官小巧 别无用心啊 怎么 我就不能喜欢上官纸吗 他因为喜欢我 他竟然真的喜欢上了我 我与郡主的婚约 是假的 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他是对上官纸动了真心 他特意跟我解释 沈家原本 确实有对双生子 大的 就沈慈 小的 就沈颜 沈颜定是跟沈慈 一起去了河阳 当他知道他哥哥死在了鬼陵之中 便冒名顶替他哥哥的身份回到书院 对臣妇等人 伺机进行暴復 根据我朝律令 过失杀人 伤害 无赦 即刻入狱 流放边疆 这是以沈颜所说 在书院围墙外的一颗石头下面找到的 庙庄 反正这个庙庄是跟着沈掌员区的后山 这新政书院的后山 很有可能是水部门组织的一个据点 所以他们才会造了大片鬼陵 用各种机关来吓对旁人 而庙庄无意之间撞破了他们的秘密 所以才会被杀人灭口 没事吧 你被咬了 走 你的眼睛 不对 你被咬了 背后三步有人偷袭 这是可怕 这是可怕 找我纸 上官纸 你 你在哪儿啊 上官纸 为什么不回答 不可能 别吓我 杨残薇 你说话也杨残薇你出来 你出来 原来他早已知道我的身份 我都愿意带着你 我都愿意带着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导得这么厉害 我都愿意带着你 你没事 你别担心 我都愿意带着你 我都愿意带着你 你怎么了 我都愿意带着你 你没事吧 原来我们潘大人是害羞了 那那天在破庙偷亲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害羞啊 你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趁机逃过来呢 我们之间经历了很多波折跟误会才在一起 如今我不可能因为旁人的三言两语就将他拱手相让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实在不配他的喜欢 不是自信 是信任 你会原谅我的自私吗 除非他亲口跟我说 要跟我分开 否则我不会放开他 按照书上说的 银养的幻明重途性更大 需要这几个学位时针 机会只有一次 不然会永久是吗 白月 第一个看到的人是你 真好 上官小姐 我怀鸭将出手 少主姓潘大人 来银语楼不宴 那我们去吗 去 潘大人 你胆子不小啊 竟敢只身前来 虽说是鸿门宴 但我以为至少会有一杯酒的 你死 银语楼才能活 卓老当家 是想与我同归于尽 吐司勾碰 老夫在世 已经没什么价值了 这是我从郡主那儿请的免死令牌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京城那个人的名字 能让抓老当家如此惧疤 宁肯死也不敢透露一个字 说明着幕后之人的势力远昌我们的想象 这是我爹当天收到的举报信 这个写信的人很小心 没有透露任何身份信息 这个如此谨慎小心的高明人 为什么要约在那儿呢 他说他姓商 九年前在河阳 出了个远见闻名的案子 叫天师复活案 他就是其中八名死者之一 那说明剩下的四个死者 是有人模仿陆埃哥做案 其中就有商姑娘 得重新调查一下那四名死者 看看他们的身份 究竟有什么特殊 铜钱 看来这个案子跟百花宫有关 百花宫的歌姬下葬的时候 嘴里都会放一枚铜钱 我猜仙姑娘不是凶兽 你与水博文组织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们都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歌姬 百花宫每年都会培养出一批佼佼者 送给京城一位位高权重的官员 那一年便选中了他 可谁成行 不到半年的时间 他们便偷偷地跑了回 我们捡到了 那个狗官与敌国通信的纸书 而且他在河阳也有失礼 便给杨大人写了一封举报信 寄希望于杨大人能扳倒那些人 没过多久 就传来了杨大人一家被杀的消息 可是没想到 出了天师复活案 其中一个姐妹被杀了 云长出门之后 就此失踪 那时的她 已经被人浇了铜水 变成了肉身铜下 我像往常一样 每年往京城 输送割迹 生怕被人发现 一丝一扬 那今年 我们和你一起去 即日 攀阅离任河阳县令 返京述职 陈 灵旨 真的好多店铺跟以前都不一样 此番回京 我们一定会救出幕后元凶 告给你爹娘在天之灵 走 带你去个地方 这是我们小时候那片桃花林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我们山山为王 谁也不要来烦我们 怎么小时候的话 你也记得 我到初回来找你 万万没想到会让你经历这些 过去的一切我无悔 谢谢年来 谢谢你找到我 三天后 我再来接你 金帝 若是有接替他的 我可以再演一番 有没有其他的歌舞技 可以作为演现 我来 这个舞蹈叫做云间 是百花宫的步传绝学 舞步摇曳生姿 人影飘摇 色而不淫 欲语还修 乃是舞技中的精妙绝学 原来令牌神会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水波纹 只是这副羊角图腾的一部分 怕是有外人混进来 沙 别看着想办法 逃出去 不过刚刚后门走了一辆马车 那是我们潘府的马车 他在哪儿 把上官纸交出 我带遭阳蔡薇 是怕你连累了潘府 蔡薇 你怎么样 走吧 记住 今天晚上 我从未见过你们 里面有一条枝塔 上面的图案跟水波纹一模一样 听起来是羊角的形状 所以咱们一直要查的不是水波纹 是羊角纹 怎么了 这个味道怎么跟那个幕后主使 在祭拜时候的香料一模一样 这是江族的胡杨香 我看到有个正在祭拜的中年男子 我猜他就是水波纹组织的幕后主使 太妃小心 今天刺杀你 究竟是什么 这 你 是卓岚江 你 Lay me down 快 穿太医 当初他不死而别 没有可能就是为了混入幕后之人的身边 朝中混入了一名江族奸绩 他十多年前 在河阳发家 以金钱开盗 渐渐地 在朝中坐上的高位 幕后黑手竟然是假太尾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姐姐 也落得和你爹娘一样的下场 你就得 乖乖听话 郡主 郡主 发生什么了 对不起 郡主 下去 我用姐姐的性命 你会这样做 郡主 杀人 三谷之女上官之 为情谋杀常乐郡主 正据却败 我不答应你 你真的打算贵死在这儿吗 我只能如此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把你将你出国 我相信 你是我的神学皇 我一个字都不写 上官之已经死了 你的话我全信 贾全还死的侄儿 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上官之 本官奉命审礼 郡主被杀一案 你是否因情杀人 没有 民女冤枉 郡主 是自杀而死 启禀大人 这个人 根本不是上官之 他是何阳义庄收尸人 杨采薇 真正的上官之 早就已经被他害死了 我只是命的一命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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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秦杰 西夏令 我认识 我认识 不能让他死了 快找御医 你用了这么多心 那就送他医手 快 来人 小心解情 你没事吧 没事 神却走下二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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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救治及时 便没有兴隆之忍 不然我就见不到你 我们给整到云巢 他可是扳倒甲权的 最有力人证 原来 真的还慌着 为什么要骗 可是没想到 你原本就是那个帮凶 自认甲权 为大司马 受虎俗兵权 鸿领三军 接索 兵俗宣兽 王后 郡主之死另有引擎 真凶与敌国奸细有关 望皇后云我沉变 莫让郡主死不瞑目 这根本不是一桩情商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这就是当年那封密信 那肯定是想要告诉我们是吗 阿将一定是找账策的时候保护的 会不会只收藏账策的地方 甲权通敌 政治却宰 多亏潘公子运筹为卧 找到账策后 就着人去搬救兵 扎根 你通敌卖国 逼杀俊主 陷害终粮 庄庄渐渐万死莫属 怎么回事 我是来辞行的 今日面胜 我已前置 继续回荷阳 做行令 带查清水不闻一事 带抓获幕后真凶 定要还好人一个公道 定要让坏人付出代价 我认为你